大家這個星期最關心的課題 就是這個來自中國的醫護,來到香港 用林鄭月娥的說法 就說因為香港的醫療體系已經崩潰了 香港的醫療資源已經沒有能力沒有辦法 應付現在或者未來這個武漢肺炎持續爆發 而出現的一些醫療狀況 什麼醫療狀況? 譬如將一些感染的患者送到隔離 第二,當然也提到全民檢測、化驗工作 第三,就是香港的醫護人員本身已經崩潰了 剛才主持也有提過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看到林鄭月娥接來自中國的醫護 坦白說,以林鄭月娥的性格 坦白說,林鄭月娥口口聲聲就說歡迎醫護 但對不起,那些不是習近平,那些是醫護 那些是醫護,醫護說認識林鄭月娥臭死嗎? 對不對? 不是誇張,也不是一針見血點出問題 問題關鍵是,其實以林鄭月娥的性格 第一,你覺得不斷黑球中央要幫助香港所謂抗疫 你覺得林鄭月娥是加分還是扣分呢? 這是此其一 第二,坦白說,現在整個武漢肺炎在現在這一波 北至吉林,南至深圳,東至上海 都出現一個失控爆發性的疫情狀況 如果大家不相信,大家看一些非官方 或者是一些中立、有公信力的媒體 除了報章媒體,也包括一些社交媒體的一些訊息 大家都看到,其實在上海有所謂一個暴力封城的情況 什麼叫暴力封城? 可能一陣子會問到中國疫情失控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自力正常的 當然,如果你自力不正常都不會看這個節目 或者如果你自力不正常的 你聽完都會精神崩潰 如果中國的疫苗或者抗疫經驗實踐成功 為什麼中國會再出現大型失控的爆發呢? 為什麼將這些失敗經驗送給香港,然後叫香港人感恩呢? 更加壞的是,我做一些食物後會被種到的食物 然後還要問你收錢 還要問你,你多不多謝我? 你多不多謝我? 你不多謝我,你狼心狗肺嗎? 這樣吧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次香港文言 林鄭月娥的得分 以前兩三年前就說 黃絲的授訪者 側低林鄭月娥,全部給零分才這麼低 但是坦白說,如果你真是黃絲的 就像我這樣移民了,做不到這個調查 而且你看回演數很漂亮,林鄭月娥三十多分 雖然都是不合格 而林鄭月娥年年考第一,然後現在年年不合格 對她的精神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折磨在這裡 好了,你看回整個抗疫 市民很簡單 你政府送錢給大學生,還要這樣 當然理你也很傻 第一件事,林鄭月娥出來 喜歡每天接客人就接客人 不要緊的 不介意你查,不介意你爛就接客人 另一件事也很重要 我想主持提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上面 我叫中國的一些醫護人員下來 坦白說 如果我是這個醫管的人就會躺平 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理 坦白說 如果你說醫管那些 無論是治癒或是被迫 都要接受這些來自中國醫護人員 醫死就是醫管局負責任 但最終醫管局一定不負責任 不關我的事,可能是溝通誤會 我也會幫你背 我幫你想定什麼理由 如果是醫死人的 一定說可能是溝通誤會 或者可能是你不幸運 一定有理由去推卸責任 在這個情況下 正如我的一個開轎預言 抗疫以失敗的高英是必然的 是無可避免的 問題是在過程中出現了什麼狀況 問題裡面,無論是林鄭月娥、李家超、鄧炳強、駱惠寧 或者甚至是港澳辦的相關人士 他如何透過做醫出大龍鳳來拆存在感 坦白說,不要以為 你就算去到港澳辦、中聯辦 以為他懂得抗疫,當然不懂抗疫 他都是大家做唱戲 大家的工資很開心 所以從一個較為很尖銳的角度 但其實也反映了一種殘酷現象的狀況 當然另一件事 我想說到這裡也會做一個評論 就是,現在已經快要4月了 今天也3月 大家都會想,如果這個情況延續多兩個月 究竟對於特首選舉 或者對於特首選舉之前的提名期 會不會產生一個影響 例如,如果你說要再改期 你覺得一國兩制,不是一國一制都已經一國一制 問題關鍵就是,你之前就說疫情搞不定 要延期選舉,現在疫情也是搞不定 你延到什麼時候?7月1日? 所以,今時今日的爛攀子局面 是整個中共港共救游自取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我會這樣說的 你正經說你的輸送,沒人管理 反而就會說,現在這個抗疫非常時期 現在非常手段 中國醫護人員當香港醫護人員 然後,中國醫護人員如果醫死人 如果醫死人,我不是一定會醫死人 假設人性也是善良的,特別是醫護人員 這樣下去,如果你說在香港做完事 又惹到他的親戚朋友,整個社區,整個市 又爆發這個鵝滅共的武漢肺炎 那真是中港融合 就是武漢病毒融合 坦白說,我不會再用所謂這個 整個政府都在輸送 整個政府都在輸送 你國安辦都在輸送 你國安法在整個復礦有什麼角色 又不見你那些香港警察出來協助 做這個醫護人員幫忙維持秩序 什麼都沒有做 四個強姦犯就有 所以坦白說,沒有辦法 花了香港的錢,到時連香港都變成 中國政府的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就看又如何 好像今天這樣,扔這麼多錢去救市 但坦白說,人家都知道 你不就繼續入市 你中國有多少錢救市 你現在又要幫俄羅斯 又要跟俄羅斯清道弟 對了,明知道大家九歲瓦坑有條路 扮東西不出聲說不認 扮自己是這個處女一樣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感谢观看